許執政黨應該也檢討一下 要不要提這麼多的案子 立院臨時會綠營提案提太多 蘇嘉全直接在協商桌上 兩字佳人等於達臉府院 院長有他的看法 他認為有一些法案 是不是一定要在臨時會 裡面放進來可以考慮 這個是只是個別的意見不同 我覺得這個也滿正常的 當然蘇院長有他的看法 我們所有的步驟 都是經過黨藏會議通過的 這個不可能一個人去變更 柯建民鐵了心 不甩蘇嘉全提醒 不過被封地下院長的老柯 這回態度又繼續架空蘇嘉全議會 打算在臨時會提7案 但老巫重建和證交稅修法 朝野尚未有共識 柯總稍微 他不要 其實看到說 夾部的 夾部沒有 他們的 夾部的阿父就不知道 蘇嘉全的打槍 如果為了一兩個案子 互相之間又提了幾千個 總預算的案 那整個氣氛又破壞掉 然後在過年前又對立 那這個對於整個立法院來講 我們覺得非常的可惜 真相究竟是蘇嘉全翅膀硬了 還是跟綠尾唱雙簧 混淆藍軍 想當國會公道博 蘇嘉全還搞不定自己人 檯面上開嗆 檯面下被當耳邊風 記者張凱亮收明 SNG小組 台北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